云林县社区最早开办的私塾 口胡香科疗学堂上个月底 因为一场深夜恶火复制一聚 社区的孩子们暑假 没有地方可以温习功课 学堂创办人陈玉柴阿嬷伤心难过 台湾希望义工团得知后 就再度动员协助修建 来自各地的义工忙进忙出 使得烧得焦黑的学堂焕然一新 预计在8月28号完工交屋 孩子就能够重返学堂 拆除烧毁的天花板 外墙需要全面更新 义工团成员陆续抵达 口胡香科疗学堂 150名义工自行带着工具 分工合作展开修屋工程 科疗学堂在22年前创办 是云林县社区最早开办的私塾 一开始只是在租圈改建的房子 直到四年前才重建 签到现在这个位置 7月31日深夜疑似电线走火 发生火警 学堂内外设备几乎全部被烧毁 连看学堂无法提供学生念书 只能向外界求援 计定在8月28号早上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空间叫出去 希望这个空间继续服务 额外辽地区的这些小孩子跟老人 住附近的小朋友也一起来帮忙清理 这间学堂从零开始 汇集许多人的爱心辛苦见起来 学堂被烧毁 社区孩子暑假无处温习功课 如今获得义工团协助 也募得115万元经费 学堂得以浴火重生 今年9月孩子开学 又可以重返学堂客服了 记者郭振义 觉知名计计代言